就是我发现呢 因为索拉老师当年是这个校花 这一看就是大美女 越是这个啊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种自谦 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你现在还是很有风韵的 不能说风韵有存 风韵大存 对吧 但是呢 越是你这样的女士吧 荡样 好像越有 你是喝了什么 还没怎么喝 就是越是你这样的女士呢 越有一个我觉得 就越爱跟人说 其实有种自谦 就是说你看我们老太婆了 我们老了 你知道他们一些朋友 就是包括红黄和在一起 好像他们都自嘲叫什么呢 说他们是万岁局 有的叫千岁局 你说加起来一万岁 我觉得不用这样 真的 我们索拉老师的名言 女孩根本不用那么 眼睛发绿 也根本不用那么瞎着急 对吧 40岁以前 我同意你的 就是现代社会女人的保养 40岁以前女人都年轻 就是45岁是最漂亮的时候 您还给加了五岁 45岁 这是法国人说的 法国的男人说的 45岁的女人是最性感的时候 45岁 所以其实呢 是45岁是女人的高峰 所以女孩都其实等到45岁再说 45岁就老少通吃 对不起 他刚才那个眼神 他一定有45岁的 那我们也等吗 我们等到你们45岁吗 不是想等到你们跟我没关系 等时你长45岁都是吧 我跟你讲45岁的 就是你要找 你现在多大了 我49岁 你要找个45的最好了 其实 是吗 又懂事 有点初恋的感觉 又有点初恋感 又美 就真的女人到45岁特别美 就是其实女人在50岁以前 都特别有希望 行 那就是45岁特美了 然后我跟他好日子就5年 是吧 50岁以后都怎么办呢 这是生命的真意吗 50岁以后就成果掉了 不是 这个 当那时候法国人又改了 你说法国人说55岁最美了 因为人的年 这是原来能够这个 40多岁挂了 现在要100岁吗 真的 我现在就觉得 80岁女的也特有 牙都掉 我现在真的就是需要 真正多跟老师学习 你知道吗 我真的都跟老师学习 就是经常 你看他们修养的层面的老师 就经常教给我 就是说 你要懂得欣赏 40多岁女人的美 你不要老看着小姑娘 甚至有一次 阿老 阿诚老师 大家说起一个什么 说起一个人 就爱找漂亮的 阿老叼着眼 来了一句说 这是相貌观还没过 我觉得这意思很深 你能不能欣赏 我就觉得我正在培养 就是像说法国女作家 杜拉斯那个情人 二十多岁小帅哥 走到他面前 说我就爱你这张 宝经岁月摧残的脸 可能也是股东商的儿子 谁是股东商的儿子 应该苍蝇为着 你都赚起来了 就是走过去 说那杜拉斯 我前一阵看了一个 就是一个纪录片 一个老太子 八十多岁的 自己拍的一个 网上的纪录片 然后他说 不是一个美国纪录片 把它拍成美国纪录片 他自己在网站 还有网站好像 然后他八十多岁 然后就是情人多吉了 然后后来就采访这些情人 就说你们为什么要都找他 然后那些男的说 找他省事 找年轻女的 他有责任了 找这种女的 就整天在玩 因为老太太 八十岁 他不会留着你 老在家 他也烦你 就他已经想开了 他不会 就你们现在头疼的那些事 就是说女孩让你责任感 要拼拼 缠着你 八十岁老太太 没有这劲 老太太没咬鹅子 是吧 他不要你缠着他 随便 他就是晚上跟你跳舞 吃饭 然后教你什么弹狗 教你人生的道理 教你人生道理 跟你玩 然后你特痛 然后他回家了 你回家了 然后那个年轻的男的 就觉得这多放松啊 这种女朋友多放松啊 亚东能欣赏这口味吗 当然 能啊 好像自个儿 现在都挺着 让他欣赏 你真行吗 当然 我觉得确实容貌 确实不重要 确实不重要 因为你往后走 走下去的时候 真的没办法 最后就变成一种 柏拉图了其实 到年轻岁的时候 其实就是柏拉图 对 而且现在关键可怕的是 是在中国 做音乐的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还是 这都已经不是分建社会了 不需要嫁鸡随机 嫁狗随狗 可是确实女的 现在很多 我们这边尤其是 她那个还是 观念 年轻女孩 对 年轻女孩 因为她有梦想 竟然 不是 我说年轻人也有 非常老的观念 也是要 她不能这样 所以我觉得年纪大的人 反而确实更加容易 懂得感情是什么 真的是 真的是 跟这个年轻的女孩 真的累 你知道吗 说说说说 这一集专题 这一集的专题 什么地方累 前半夜累 后半夜累 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 冯唐 好多就说前卫的 他还有一个很多内情 你不了解 比如说据我所知 有些人 他是挑战这个观念 比如就像刚才讲的 这杜勒斯 杜勒斯 这杜勒斯 这杜勒斯 六十多岁 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 后来发现 这男孩子够阴的 就是 后来一些日记 一些资料翻出来 这个杜勒斯 一直就在抱怨 你看 这很有意思 他抱怨什么呢 他抱怨这个男的 老要跟他聊天 老要看他的创作 但不肯跟他上床 就这个小伙子 你明白吗 他抱怨他 他不肯跟我亲热 其实这个小伙子 我猜 我有点小人之心 我猜这小伙子 是拿录音记录 占有他的文学资料 他这个小伙子 好像 这小伙子总说 俩人要肌肤至亲 这小伙子总说 我崇拜你的才华 我崇拜你的创作 你写 你写 但是他并不 他是这么一个 再也我跟你说一个 上当了 所以老师 你也小心 我没有这问题 我没有像杜勒斯 那么劝 和拉老师 是很年轻的 就是找的 他老公那个帅 圈内 你知道吗 找的是大帅哥 真的 后来呢 现在 后来我永远找大帅哥 对对对 你刚才不是说你容貌不重要 骗子 谁说的容貌不重要 你们俩敢没说 他说的 他说容貌不重要 不是他说女的容貌不重要 他在说女人 我说男人 但是好看的女的都找他 你这乐觉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怎么就找不着呢 不是我就说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 萨特和那个波夫娃 这俩人不也来这个吗 就是说咱们俩开放 你也可以找情人 Open marriage 对我也可以找情人 可是是后来就发现 就说这个折磨也够狠的 就是说虽然咱俩这么约定了 可是据说就是经常 这个女的这个波夫娃 就像个受气的那种 那种那种波夫娃 或者经常发脾气 经常为这个事情 这玩意儿确实 就是说这人呢 真这么难 贱 贱 对 就是你别以为你 你你你你多高大上 你知道吗 你你心里有些 跟大家都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有机会成为更高的人 但是那需要经过一层地狱 你知道吗 就是连咱们说的一个 就是说最傻逼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什么 处女情节 你知道 我觉得包括我在那 都是经过那个时候的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那个 我比你岁数大 我们小的时候 我想我想象的 我的女朋友是一个 处女 你真的有这个 我们小的时候 是社会上 你还比我小呢 你怎么能有这个想法 你妈你爸给你说的 特别坚持 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想法 她比我小两岁 她绝对不可能 你小时候有过吗 没有 你看我们 怎么可能 而且还害怕 你不觉得处女很可怕吗 我处女 不可怕 就怕处女有文化 我给你举这例子 你怎么都有这个想法 我在20岁的曾经有过 我就知道就是说 就人哪天谁说的 就是什么叫自由主义 真正的自由主义 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很多观念 你能改掉它 你就得到飞跃 比方说 当我第一次碰到一个 不是处的 不是处女的时候 我就经历了一个老观念的那种折磨 就觉得咱们战友越或是 然后经过了这一层折磨 突然摆脱了这个观念 你那个感觉是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家伙不必找处女了 那满地都是 你还真这么敢说 有时候就奔向80岁 现在一直要奔向80岁 然后发现还是处女 好 咱就说 咱说点正经的 对啊 反正正经的 这是不是倒是你都删了吧 不会 全部 全部 就是说 那个 东方运 我说 我说这个索朗老师聊的兴起 还有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 怎么完了 我还没说完呢 就是上级 你讲的 我说咱这没事 你没说完 这接着说 就是提了一个 可以无主题 就是 你那这期是说什么 你管他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别让我给你查了 你说音乐 上次咱们说发不低了 我就是说 中国有音乐传统 对 我刚才跟他说 中国其实有音乐传统 你们要 其实哪怕都不说 古代太古了的 那个音乐传统 那从诗经开始说 但是都失传了 就是声音老在失传 因为翻译不过来 比如说古琴谱 得打文字谱 因为济谱在古代的时候 都是这个公识谱 文字谱 它不是五线谱 所以都得翻译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 越来越少的 能掌握这个古代的乐谱 所以就越来越少的 能够有记载 就都留不下来了 再加上咱还有文革什么的 再给破了什么之类的 再加上还有一个清朝 再给整理了一下 清朝有一个大批的 整理乐谱的一个什么 它整理的时候 就把很多东西 都给文人化了 所以其实是少的 就是腾出来 就捡了很多东西 就是它原来特别 可能特别宝贵 特别毛糙的 特别真正的是我们的东西 它就给它 清朝的时候 就给它弄得特别文人化 就少了好多东西 就是说认为 中国文化缺乏音乐细胞 这是个错的 中国文化 你就看 刚才我说 你就看金平梅 连潘金平 连潘金平 竞争对手 见这个西门庆之前 就一定要有乐师的 他要诅咒 要奏很多曲牌 而且那些曲牌 都是特别有名的 什么浪淘沙 山坡洋 就好多曲牌 人家一张嘴就出来 所以那天我就看一个 就是说 而且连西门庆的大老婆都知道 说他请了那个乐师来了 说今天请的什么乐师 一来就他妈三弄梅花 还他妈弄 弄什么弄 下次这种乐师都打出去 太俗了 还他妈弄梅花 买个老汉推 所以你想想 就是说他们多有文化 咱们这一说文化 就三弄梅花 是吧 梅花三弄 还他妈弄 对啊 梅花人家给他倒装了 对啊 还梅花三弄呢 可是呢 就是连 我就是看那个看 看特别瞎流 所以还弄什么弄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他们那个 就那还是胡同文化 那个那个是 金平梅是胡同 市民 市俗文化 都已经这样的了 在那个时候 你想想 可是我们今天 还觉得这个 是亚文化 其实那个是俗文化 是完全是街上的人 潘金点想勾的谁的时候 山坡洋来一段 什么的 今天来一段滚绣球 在明天再来说 就是各种取牌吧 就是他都熟记 而且说今天老爷来了 咱们都得什么茶 什么酒 什么菜 什么取牌 都是配套的 哎 夫妻生活要配乐 咱们有这个吗 咱们有这个 咱们没这个啊 咱们现在哪有这个啊 所以其实是丢了 就丢了太多的这个 世俗的这个 我们就看一段东洋 对吧 这爱情动作片 然后文涛说 这个可以 不是 我就是我问你一个 那个隐私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啊 就是说夫妻生活 或者说这个男女 欢好的时候 生命的大可惜 你有听音乐的习惯吗 我呢 音乐特别差 我从来不听音乐 写作的时候也不听 那时候也不听 那你都是在寂静当中 这个喘息 是吧 那不是有星星的声音吗 然后有月亮的声音 有纯的声音 我觉得音乐 你要是一旦要上来 你就离不开了 就是你 它就是你生活的这么 一个部分 而且真的就是 咱就那天讲 这个Bob Dylan的这个 就是说唱啊 就是说人最早是混在一起的 歌舞唱 所有的诗 就像你说的曲牌 它都是这个唱 哎 我想起今天 咱们说什么话题了 我想起来 跟亚东有关 我想起来 就什么是什么话题来着 就是说给Bob Dylan 得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奖 他的评语是 他直接承接了河马的这个传统 不是那个海豚河马 就那个 河马是诗人 河马是诗人 咱们今天想讲讲啊 这个义国 这个你知道这个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和有一种叫异国主义者 和民族主义者 好像是个对立的 民族主义者 有人认为啊 不是我说的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 就是啊 我的最好 我这最好 家乡最美 对吧 但是异国主义者是什么呢 最远的东西最美 你比如说 我觉得我有点异国主义 就是因为我老爱唱那个 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那就远了 有一个好姑娘 我觉得最好的姑娘在远方 他们就讲 有学者说啊 河马就是西方历史上 最早的异国主义者 因为在河马史诗里头 他就经常会唱到 比如说最远的 就是我们希腊人所知道的 最远的一个民族 叫什么阿比奥伊人 还是阿比奥伊 还是什么波伊人 就是说 那是最美好的 那里生活美好 阳光灿烂 南华与爱一切 就是说这个异国 他有这么一种 就是说远的地方 最美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的看法 因为你们都有 我特别羡慕的这个经历 就是异国 当我副科 我副科 剧过卵超癌 他在美国学多年 然后索拉老师 更不用说了 索拉老师就是 去过欧洲 上个世纪80年代 就去过欧洲 他是先在伦敦 后来又去了美国 这么多年 最后又 胡汉三又杀过来了 是吧 又这个经历 亚东呢 我要给你看看 亚东拍的照片 亚东里面这音乐人 现在要不说快失业了 改行当摄影师了 人家都玩胶片呢 亚东 而且亚东照的照相很有意思 你能看出他照什么 亚东你得说说这是哪儿啊 这荷兰好像 这是牛吧 荷兰 好像是不是你说 那个梵高的老家 对对不是 这个不是梵高的老家 这是他一个小镇 对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亚东的手吗 不是 这雕塑在展览馆 亚东的手这么实话吗 然后再往下 雕的好镇 梵高吧 他照出印象派这个效果吧 这是胶片拍的吗 胶片 这是胶片 你看在下面 真好 这是哪儿 挪威 真好 冰川吧 冰山 你再看下边 你看他张拍这个小角落 你再看 来一妹眼 是吧 这肯定是跟女朋友一块去的 没有 真是 真没有 就自己去玩 谁给你拍的这张照片 这可能是我们团里有一些喜欢的 女的 给你拍的吗 含情默默的 亚东有个特点 看什么都含情默默的 对对 看这个世界都像看情人一样 对对对 没有 这双小黑眼 亚东 亚东是 他是特别招女孩喜欢 但是呢 很奇怪的就是 他自个儿最后走上了孤独的道路 就是 近些年我突然发现你老一个人 他刚才就说了吗 他刚才说了 他几年前认识我 就是他最后 他拍 因为大家都知道拍风景 他拍给人家有点不同 他开头呢 他说我拍人脸 他说我就拍了很多人脸 他出了本书 最近后来又改 就是说拍这个小角落 小细节 但是这个是 因为现在社会不是手机太多 你走哪 比如说在餐厅吃饭 有人拿手机这样玩 你心情特别长 你知道你是在拍我 还是在干嘛 所以我以前是愿意 在大街上拍人的 比如说美国人特别好客 你要是拍他 通常人家会愿意给你拍 并且给你做一个表情什么的 但是法国人就老牌资本主义那种 他就很烦 比如刚才拍牛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农场 我们在去拍照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农民 指着我们说够了中国人 你们不要再来了 那不是我在拍 是我的我们团队里有人在拍 那一刻我确实在思考 就是说你拿一个相机 对着别人未经同意 这是不是一种冒犯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人 我不愿意打扰别人 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打扰我 所以好吧 那我就后来不拍了 其实我现在更喜欢拍那些 就是计较嘎栏啦 什么看起来 像那个画画有一个叫莫兰迪 我一直喜欢他画瓶子 他是一直画瓶子 而且他产量比较低 一年大概每一个月画一张 一年大概也就七八张画 可是你看他画瓶子的 那个瓶子让你感觉到的 已经完全像人一样 你能感觉到所有的情感 颜色的那细微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说 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拍镜物也不错 是不是 这是你们喜欢异国 喜欢到外头去 我接他的话茬 就说一个照相的事 你看我走这么多的地儿 我很少照相也是 我一个是我觉得我没这细胞 我没有摄影的细胞 还有一个就是就像你说的 在国外 尤其欧洲人特别烦 就手里拿照相机 人家一看就骂你 不是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刚开始就骂就是日本人 谁拿一张机就觉得你吐别 照你照 欧洲人特别烦你拿张机照 所以我就特别有习惯 我看过一张照片 就是欧洲人教堂 那个婚礼 新郎新娘 欧洲人在里面举行婚礼 然后教堂不是有窗户吗 然后巴一一排脑袋 一个中国旅游团 说异国 我就是现在的我的感觉 其实以前我觉得好像 也许我那个就是对异国的那种好奇心和爱好可能就过去了 就是我现在目前的状况 我就老在想 就英国以前就是好多英国作家 特别棒的作家 他们一辈子没出过村子了 就是在他们自己村子里面 连村子都不出 就在村子里头 而且就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问过我这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你特别想 你想过没想过 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家 很多英国作家是不出村子的 为什么你要特别想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就想周游世界什么的 那时候我就别人就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到现在就翻过来再想 我觉得这种多幸福啊 如果连村子都不出 但是能写出特别好的作品 我觉得太幸福了 但是你说这种 我就说索拉老师 她不是一般人 你知道就说 我不是你介意不介意 就说你像她是个红二代 我再不说这个 我介意 你介意 问人照相 我还这个 对 你这样的一个人 光机一下80年代 就跑到西方世界去 我觉得你的那个感觉 跟我们不是太一样的 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红二代的感觉 所以我第一 就不爱说这事 我没有这感觉 我出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 其实我都一落三尺 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 是作为国家代表出去的 就是那个 就是有约请 那个时候是 确实是 因为是 也不是国家派我的 是美国那边请我去的 而且它的那个 就是 就是什么 级别很高的一种约请 所以那一次 我觉得那种 第一次出国 是那样的一个约请 你其实真正不知道 什么叫出国 因为你旁边老跟着翻译保镖 之类的事吧 那不叫出国 那也没有什么自由 你就是能够品尝一下 别的国家的什么什么 后来我在自己出去的时候 我是作为普通人出去的 而且呢 就是出去以后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自由 就你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你出来 我什么身份都没有 我那个音乐学院的身份 都没用在欧洲 就是人家不认 就是说 而且就英国人不认 英国人就说 你中央音乐学院算什么呀 就根本就不认你这中央音乐学院 就是你得从一个白定 开始从头来 我得看你是不是能写出东西了 或者你做出什么音乐上的事 让我们服你 你是中国作家算什么 中国作家 中国文学 我们也不看 就是这种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完全白定 可是我 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舒服 就是心情特别好 特别自由 真的是自由 感觉就特别像那个电影里头 那个 但是 那种感觉那种自由 万人如海 一身上 就等于当时他在国内是名人 是samba 再出去就no body 到那儿就 是samba 特别自由感觉 解放了 就是你一开开 就是我记得就是像 特别像那种 一在一个阁楼上 然后住的那种小鞋的那种阁楼的 一打开以后 全都是那个城上的那个 一个个的小房顶看着 然后想太自由了 因为你什么都无视 太好了 下顿饭在哪呢 太好了 这感觉太舒服了 好 好 好